因为演出韩剧请回答1988爆红的艺人柳俊烈 平时形象非常好 常常捐款给弱势机构 和女星会力也一直是稳定交往中 不过最近却被滴舍爆料 她向银行借了巨额贷款 还买卖土地赚取价差 善良的人设与系崩坏 据韩媒报导柳俊烈在2020年 用法人的名义买下一栋江南区 一三栋价值58亿韩元的土地 之后又花了大约24亿韩元 带了新建筑 2022年完工后 再以150亿韩元转手卖出 花了两年时间就赚到 大约1亿多元台币以上 而会被质疑在炒房是因为柳俊烈传出 当时购入土地的58亿韩元里 其中有52亿竟然是闪银行贷款来的 用90%的贷款方式购入 之后重建建筑的24亿 其中70%也是贷款 用这种方式做房产投资 韩媒演算他利用宅务投资的很成功 对于这样的报道 经纪公司回应 盖建筑原本是要和朋友在江南 合作服装事业 但因为疫情影响 最后才决定卖掉 消息一出有网友就质疑 刘俊烈或许是利用明星身份 才可以向银行贷到那么多钱 这样不只有炒房的嫌疑 还可能伤害到一般民众买房的权利 再往上引起热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